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免账盘必读 我是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今天是2019年的3月14号星期四 那么昨天我们也给大家去展示过了这张图 是关于英国脱欧的进程的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话 那么在对无协议脱欧投票上 我们可以看到最终是没有通过无协议脱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来说 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就是3月14日 那么伦敦时间对于北京时间是3月15号 差不多在早晨的凌晨的两三点钟 那么会就这个脱欧推迟脱欧进行投票 那么这个投票结果其实也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是通过的话 那么首相可能会请求欧盟去推迟脱欧 那如果是未通过的话 议会可能会表决是否要撤销 那么离斯门50条会是举行二次的脱欧公投 不过现在的话 其实我觉得哪一种情况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顺利 因为即便是通过了 那么请求推迟脱欧的话 那么欧盟这一方也不一定会同意 因为这个英国使用特定杀美要请求欧盟的同意 但是欧盟这一端之前其实已经表态过了 说这个就还是不愿意去这个进行一个这样一个推迟 所以从目前来说的话 即便是通过的话 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不能够特别的乐观 那么另外的话 如果是他没有通过的话 我们说议会表决 他可能会撤销这个离斯本50条 或者举行二次的脱欧公投 但是这个撤销的话 从过往来说都是在英国 在单方面的说可以去撤销 但是欧盟方面一直也没有说 他是否可以去撤销这个离斯本50条 所以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困难 因为欧盟也过去提到过 他说不会就提出的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那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两年的谈判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这一方面也是表现得越来越愤怒 包括了也可能就是困惑不解 包括了也有一些不耐烦了 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话 无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其实从短期来说都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可能会重新的又陷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波折也是重重 所以对于英国脱欧的话 我觉得这一周未必也能够按照我们之前所预想的一样 会结束这个一个事件 在整个的3月29号之前 我觉得都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 无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其实都可能会引发后面一些新的问题 那通过的话 那么欧盟这一方如果是不同于推迟的话 那可能又有些新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这点我觉得需要关注 对英镑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英镑走势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知识也会出现这么大的上涨的话 是因为排除了无协议脱欧的情况了 把这种情况给排除掉了 所以说不会造成一些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之下 就直接脱欧的情况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利好的情绪的支撑 那么经过利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怎么走其实又是新的问题 所以短线的话对于这个英镑的走势还是非常不稳定 从盘面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英镑的走势目前技术面 重新的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好转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 其实这个日线级别顶部的这个背离 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消失 这个信号一直没有跟上 价格两次创出新高 但指标都没有跟上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 这个英国通他的一个后续的进展问题 那如果是英国脱欧在这一周能够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的话 或者是以一种让市场满意的方式去解决的话 那对英镑来说就基本上去消除了他的一些地空了 这一波有可能是按照我们最初所计划的可能会到了1.3940的位置 可能往这个位置去迈进了 所以最后的这两天的话还是很关键 从策略来说的话 如果是我们稳定的话就继续关注 那接近的话可以看一下奎勒到1.31445到65这一块区域 那么是否有给到一定的奇闻做多机会 这是英镑 不要去追多单 因为现在形势还不是那么的明朗 另外的话看一下美元 其实最近的话除了英国脱欧这个事情不稳定之外 我们看到其他的品种走势还是不错哈 那么看到美元指数的话 昨天继续延续一根大阴线下跌 已经跌到了日线级别的 那么67和100基金线附近了 短线的话会在96.50附近做短暂的停留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给我们的学员去讲到过了美元指数 他这一波是有一个五浪哈 有五浪 那么这一波五浪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正好是配合指标的背离所出现的 所以这一波是A浪哈 这一波是A浪 那么A浪的情况之下的话 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迎来有B浪的反弹 但是即便是后面反弹的话 我们还是会关注一些反弹之后的一些做空哈 所以对于这个美元指数来说 短线就是一个偏空的思路了 那么操作的话我们有96.25附近空的话去持有 包括了如果是有昨天4小时级别均线支撑 存在的96.90的位置被下坡之后的空单 你也可以去持有哈 转线的话 这个我们还是会继续关注反弹之后的一些空的机会 但没有持仓的话 关注反弹到96.90位置 看是否给到新的重新入场的达仓做空机会哈 那么黄金的话 昨天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是否价格会在日线20均线所在的1304的位置出现回落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等到信号哈 因为在昨天我们也一直在无性群中经济群中去跟踪这个黄金的走势哈 1304的话是我们所关注和计划中的位置 但是我们说雅盘不适合去操作 因为行情不稳定 我们等到欧盘 那么欧盘的话你会发现欧盘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那种想去回落的迹象 而如果是欧盘不回落的话 你想等美盘回落就很难了 因为按照我们二元客战三盘联动来说的话 那么如果是你雅盘和欧盘都在往上去反弹拉升的话 那么你想去期待美盘出现大跌也是较难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盘一往上冲击了高点1311的位置哈 呃那从目前来说黄金像是级别收了一根小的阴线价格有所回落 那么从最后来说的话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采取两种思路吧 第一种是关注回落到1301附近的 包括1302附近的一个支撑跟短多机会 看是否有K款信号的配合 那么这是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和这个策略的话 其实跟理员指数的一个下行 那么一段关系 另外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呃 这个反弹之后的一些再次回落的风险 因为周线级别的技术面来说 这根大阴线低下来之后 我们还是要防弹价格反弹之后的一些回落风险 所以如果是反弹的话 在呃那么1310到1313的这个区域之内 我们可以关注价格的再度的一个回落风险哈 呃那么看一下 那日内价格到底是先行拉升还是先行的回落 看看到底是给到一个低多还是高空的机会哈 这是黄金呃白银的话我觉得还是按照员的思路哈 我们这一波关注的是反弹到15点55 那么15点45这一块区域的压制跟做空机会 目前来说如果是有空单在的话去持有 如果是没有的话也是去关注这块区域的一个压制作用哈 另外的话是欧元欧元的话目前走势还没有什么问题哈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价格上破了小时几月均线的压力之后 特别是欧盘时间段价格的上破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空单的 那对于目前的欧元来说 短线还是有继续去反弹的风险 这一波可能会往上去测试的位置 在1.1350的位置 那么操作的话 我们关注回落到1.1290位置的做多机会 那么这是一种低多的思路 那如果是价格没有先行的回落 而是先行拉升的话 那么反弹到1.1350的位置 我们还是需要加关注哈 价格首次去触碰抢压力之后的一些回落风险 呃 那么英镑就刚提到过了哈 关注的位置在1.3145到65的位置 另外的话这些机会支撑是在1.3010的位置哈 压力的话就是在1.3550到1.345位置附近了 它正好是这一块的一个压力 其实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价格 它有点想去下跌反弹再回落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其实有一定的那么平台的一个盘整区 可以说是一个筹码密集区的压力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 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回落的一个风险的 那么这已经回落过了 那这次二次去测试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能否把这个位置给击穿啊 呃 澳元的话 昨天我们关注过了一波 呃 低多 呃 回落哈 一波小回落 然后回落之后的低多 我觉得从位置来说的话 昨天的位置是在0.7045和0. 呃 那么7.20的位置哈 应该是有小幅的出击到 呃 不管有没有介入的话 如果是我们有之前有多担在的话 0.720附近不觉得多的话 暂时去持有哈 因为目前的话 各个周期走的还可以哈 已经回到了 小时就在上方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可能会往上去上的位置 在0.71300的位置哈 这是澳元 所以说如果是你有多担的话去持有 没有的话 关注反弹 做多吧 呃 回调之后做多 回调位置的话 看一下0.7065的位置 可以看它的效果哈 只不过呃 做多的话 我觉得风险可能直接去做风险偏大一些 也因为从小时机本来说 它出现了顶部的背离了 呃 所以说我觉得又是稳健的话了 你就暂时去观望吧 你有多担在的话去持有 稳健的话你暂时去观望 因为走的很差 目前的技术 技术就价格哈 你看这是一根大阴线 共享单线直接下跌 所以说还是不是那么的好看 还日线级别还好 但小周技术都不好看 所以说就有多担去持有 没有的话暂时去观望 那纽圆的话 目前呃 我们昨天是回调之后的一个做多 那么回调位置的话 是在0.6820的位置附近哈 那么4小时机的均线支撑附近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价格没有完全触碰到 触碰到了小路机的均线支撑之后 开始往上去反弹了 呃 那目前的话 我们还是按照原样的思路 那么如果是有机回来到 0.6820的话 可以关注他的请问短桌信号哈 接下来看一下呃 三个美系的品种 美日美瑞跟美加 其实还不错哈 美日的话 这一波我们在1111附近的一些 关注的一些多的话 其实都还可以 没有有效击穿过111的位置 所以说呃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还是多头 目前在做防守哈 所以有多担的话去持有 那如果是你想后续借空的话 必须有效击穿了111位置之后 我们才可以介入一些新的空单话 短线的话就还是 在下坡升之前以正多一组哈 美瑞的话 昨天14小时级别被呃 计算之后的话有一波回落 呃 那么操作的话 我们今天可以关注反弹1.005055哈 55到65附近的做空机会哈 也是1小时跟4小时级别均线压力的位置 可以关注一下价格重新回落的一个风险 目前的话日线级别的顶部的贝利 有形成的迹象了 但是还差一个绿柱哈 还差一个死差 所以呃 激进的话反弹之后去做空 稳定的话 等到他贝利新要出现之后再操作 每家没有什么问题了哈 每家这一波我们从高位做空的话 到现在的话应当也是有 应该是200个点的盈利了哈 呃 还不错哈 还不错 呃 应该没有200的 应该有150个点左右哈 呃 1.3460的位置到1.33嘛 呃 从目前来说的话 呃 要在1.3290的位置 三大位置去减仓 之后的话 剩余的持仓 我觉得可以大家把握损去持有 去看一下能否下破 那么日线均线压制 那么打开这一波的下行的空间 因为这一波 其实我们在之前高位的1.33650的 上面的空单 一直给大家其实说 你可以去持有哈 虽然之间反弹的比较深 但是位置比较好的话 你去持有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一波还是呃 以空为主哈 但是目前激进墙支撑了 呃 不介意去追空单了哈 然后原油的话 昨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呃 也是上破了前期的高点 那么上破之后的话 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 会往上去上他的位置 是在59跟61的位置哈 所以短线的呃空间还是有的 那么操作的话可以关注 回落达57.35附近和56.65附近的 做多机会呃 哦那么纳斯达克的话呃 昨天触碰到了7300了 对不对 那么7300的话其实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关注的强压力的位置 所以说如果是在7300的位置也可以往下配合的话 基因投资可以尝试转空 那么稳健的话就等到一小时跟4小时的经验支撑被下坡之后 那么再重新关注做空的机会哈 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呃 纳斯达克哈 嗯 那么其他的话像古得得指的话 最近也一直在跟踪哈 但是从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多么大幅的下跌 还是在高于震荡哈 嗯 继续等到等机会吧 等到价格逐渐的摆脱了 那么日线级的经验支撑之后 看能否出现一波下跌 呃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看到的各个评论的情况哈 整体来说的话 目前的话美元指数我们认为他是在走一个A浪 那么A浪之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小B浪的反弹 但是这个B浪反弹的话 其实最好不要去抓 更多是抓他的一个B浪反弹之后的下跌 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真正的反弹 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反弹到位 所以说就尽量的还顺这一波的ABC的走势去以周空为主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各评论的情况哈 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选择一些关键的位置去 那么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场机会哈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 呃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哈 那明天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待会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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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